好,今天给大家看的第四只股票是NUS NUS它是在主要是做销售创新优质抗衰老个人护理产品和营养补充剂的一个公司 那这个公司呢,它的上市以来的整体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先把整个图形缩小 缩小完了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整体来说是14年上市的 上市之后呢,股价经历了震荡,然后开始上行 但是呢,从这个18年开始股价经历了一波持续的下跌 跌到了,甚至跌破了前期的这个最低点 然后继续,到最近的话开始又开始反弹向上去运行 那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一段的一个整体走势 从这个趋势往上,我们把趋势往调出来 看一下它整体走势往,八大天往趋势往 从趋势往上面来看的话 目前是这个紫色线朝上,也就是中期上升趋势 绿色线呢,是中期下降趋势 所以目前来说中期趋势朝上 那么第二个,红色柱子代表短期下降,短期上升趋势 绿色柱子呢,代表短期下降趋势 所以目前来说也是短期下降趋势刚刚开始 转为短期上升趋势 就是差不多6月30号的时候刚好出了一个短线的买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买点是否具有上涨潜力呢 双击第二个窗口 双击MCD 那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筹码呢,红色柱子 第二个窗口叫六彩神龙,MCD 红色柱子代表主力的获利筹码 然后呢,绿色柱子代表被套劳散户的这个筹码 黄色呢,代表油资的筹码 所以从这个股票上可以看出来 目前大部分筹码全部都在获利的主力手里头 所以如果中期有这只股票还是持股的一个信号 然后如果是短线的话 就是说目前来说其实是也是属于持股的一个信号 因为6月30号出了买点之后 接下来呢就一直是红色柱子 也还是可以继续持股的 那我也有注意到今天的这个股价是不是涨了23%吧 因为一天的话涨幅有点大对吧 今天应该是有什么基本面的刺激的好消息啊 然后刺激的股价往上走 那么这种情况下 因为它呢,一天之内如果涨那么大的话 正常来说,就是说如果从技术指标上来说 肯定还是持股的 但是因为它的可能需要 原本可能是要花两三个星期的时间上涨的这个幅度 但结果给你一天就涨完了 所以相对来说这种上涨的话 它可持续的时间相对来说就会弱一些 那么如果它先大涨了之后呢 因为一般来说,就是说如果涨的慢的话 它涨的时间相对来说就可能长一点 如果涨的快的话,就一下子就涨20% 30%这种 那么一般来说持续的时间就相对来说会比较短一点 那么如果说您是做中线的话 那没什么太大关系 因为它整体的大部分筹码还在主力收里头 中期呢也是往上走的 所以正常来说,它哪怕短期下来再回调 调完了之后再往上走 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问题如果是做短线的话 那么如果经历了这么大一波的上涨 你要害怕它下来回调的话 也可以先获利出局啊 那么因为毕竟它短线 把它可能需要涨两三个星期的涨幅一天之内就涨完了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如果短线的话 拿在手里会有点害怕的话 短线就可以先出来 但中期来说风险是不大的 因为中期趋势还是往上走的 好吧 那么这个是NUS这支股票的一个解析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